在代族、农族和太族同胞的日常生活、文化信仰和心灵生活中 天曲还被称为上天赐予的歌曲 这种人民演唱艺术蕴含着悠久的历史价值、文化内涵 来源于劳动生活的这种民间艺术 渗透着深刻的人文价值 但是这种民间艺术没有得到相应的保存与发展 所以高年龄的人民艺人黄世比红还是天天心系着 应该怎样保护、保存和发展这种民间艺术 这个我知道 在2002年2022年的时候 太原艺人黄世比红曾荣获了越南国家主席授予的 全国64位民间艺人之一的荣誉称号 对 这不仅是一份荣誉 更是一份传承的责任 那么今天呢请让我和立雄且通过 渐渐这位民间艺术人去了解一下 更深入了解一下天曲和天琴艺术 好一起走 好 这边 看看 lamentable MRT MU L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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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U L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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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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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